好 咱们这个就是一个预查 是创世纪的查经 创世纪来说大家非常熟悉了 假设你非常熟悉 实际上大多数人熟悉的就是前几张 一旦进入到中期到后期 可能也没那么熟悉 是吧 尤其是中间的段落 到后来约瑟的故事又到一个高潮 就又开始熟悉了 是吧 这是创世纪 用的这本书刚才我已经说了 叫做字里行间细读创世纪 这位书的作者叫魏斯道 这是翻译的 不姓魏 他是一个美国人 是美国宾州的日内瓦大学 圣经文学系的教授 圣经文学系的教授 他是1978年去世的 他的父亲是非常著名的神学家 叫魏斯坚 这个翻译吧 就听得像个歌一样 是吧 另一个翻译叫霍志恒 不知道你们有读过他的书吗 就是他 他是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 著名的一个神学教授 所以这负责二人 都是保守的改革宗信仰学者 牧师和神学家 是他们首先倡导这个圣经神学的 霍志恒牧师就是叫圣经神学之父 而魏斯道作为他的儿子 也就在这么一个敬虔的家庭中长大 也是2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 成绩很优异毕业 之后就现身于传道 在西米神学院也获得神学硕士 他的服饰和我们大有关系 因为他就是来到中国服饰 而且是东北 他就是在东北服饰的 你知道东北是咱们长老会的重要基地之一 第一站在哪里 东北的这个总部在哪里 营口 营口呢 附近就有一个叫霸鱼圈 是不是那地方 不是开玩笑啊 就是咱们所知道的这层联系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种影响和渊源的 为什么农村会有这种民间的管弦乐队呢 同管乐队 交响乐团 这种风气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这个魏斯道牧师 他就是在东北的营口圣经学院啊 当时这个学院开办的时候 实际上还不是说改革宗体系的 他主要讲时代论 后来是这个魏斯道博士来了以后 来讲系统神学 他就是讲改革宗神学 其中他有一个学生是谁呢 就叫赵忠辉牧师 赵忠辉牧师也是东北人 他呢就在他影响之下归正了 然后翻译了很多改革宗的著作 比如说我还读过一本叫伯特纳的那一本 叫基督教预定论 应该就是他翻译的 所以赵忠辉牧师就翻译了特别多的这种神学书籍 对于改革宗的这个进入中国 是有一个莫大的影响和贡献的啊 前有赵忠辉 今有郭春宇啊 做类似的事情 神学翻译 又是牧师又是翻译家 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故啊 赵忠辉 那么在1941年 因为这个战争还有政治原因 这个影口神学院就关闭了 叫圣经学院 关闭了 然后这个魏斯道牧师 博士吧 就是回到美国继续的在那边任教 成为神学院的教授 然后直到他去世啊 所以这是作者 然后我们就今天来分享的是导论的部分 能说多少不知道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情况来往下去谈啊 一个点一个点的来说 那太普及性的东西 可能我们不谈了啊 圣经 创世纪讲什么内容了 这些 我们会当做一个继承事实 就是你已经知道了 来往下讲 首先咱们说创世纪的作者 是吧 作者是谁啊 摩西 摩西 是吧 作者是摩西 摩西自己说的吗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摩西写的呢 传统 实际上主耶稣自己就有确认吧 他多次的说过 摩西的书上怎么吩咐你 是吧 这些经文有很多啊 比如说有一个身体有麻风的一个人 耶稣治好他之后就跟他讲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这就是他讲说 等于利维记就是摩西写的 是吧 还包括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 所以许你们修妻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那这个等于在印证民书记 出埃及记的事情 事实 还包括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 荆棘篇上所载的吗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什么叫荆棘篇 出埃及记吧 是吧 就是耶稣在那 那个摩西在那个 焚而不悔的荆棘中 遇见上帝的那个 有很多这样的证据 包括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 耶稣说 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这里就等于说 摩西五经里 都有指着耶稣的话 凡是有指着耶稣的话的那些 就都是摩西写的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创世纪 有没有指着耶稣的话 女人的后裔 是吧 有这样的事情 包括雅各的那个预言 直到那细罗 百道 犹大的后裔 这些话呢 就是指着耶稣的 而耶稣说 摩西的书上 有指着我的话 那就等于说是 创世纪是摩西写的 摩西的写 它是怎么个写法 是一种 他自己创作的吗 有机的模式 是吧 什么叫有机的模式 相结合 是吧 相结合 那么这个的意思是说 摩西任何的其他参考资料 都不去看吗 完全来自上帝的启示 他有没有可能去查考一些 他能找到的历史书资料 书里边 创世纪里边 有没有证据 说他用过这些别的资料 首先你先说 摩西写创世纪 他是创世纪那些事的 直接亲历者吗 是不是不是啊 最晚的事结束的时候 是在摩西 之前多久 四百年 满四百年那天 摩西不是八十多吗 那应该三百二十年前 是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三百多年前 所以最晚的发生的事 也是据他之前三百年了 他有一些是从老人那里听到 有一些是上帝直接启示 还有一些 他肯定是参考了一些资料 很可能参考一些资料 比如你可以查一下 首次有圣经 你看民书记的二十一章第十四节 民书记的二十一章第十四节 找到你就读一下 这提到一本书 叫什么 耶和华的战绩 这本书现在在旧约哪一卷里 是没有 失传了吧 但是这就说明民书记 也是摩西的著作吗 援引了至少一本 不在圣经上的一本书 是吧 叫耶和华的战绩 类似的还有啊 在这个 约书亚记的十三章里边 十章十三节 提到有本书叫亚沙尔诗 都有很多这种说法 但是说摩西是不是参考过 人间的一些资料 这就是一个证据 至于那本书是不是由这些 祖先们啊 这些祖长传递下来的呢 有可能 那有可能 因为叫耶和华的战绩 那应该就以色列人所写的嘛 是不是 啊 这就是说作者的意思 我们相信他是来自一种有机的末世 但是他有他的风格 有他的启示 也有他参考了人间的历史资料 他毕竟作为埃及王子 肯定也是广泛涉猎过当时能找到的一切的学问 那个时代的埃及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之一吧 是吧 占有很多中东地区的一些历史资料 他应该是有所涉猎的啊 这是综合的 说摩西是作者 好 那么创世纪的语言 创世纪的语言 首先创世纪本身经卷的肯定是希伯来文写的是吧 这个我们大家应该知道 希伯来文写的 希伯来文是属于哪一个语系呢 阿拉伯语系 阿拉伯语系是属于 跟希伯来语 共属于叫陕语 陕族的那个陕 陕族的语系 他在今天的近亲确实就是阿拉伯语 他的一些发音 他的一些语法甚至非常相似 我们也说希伯来语 希拉语都是属于神圣的语言 因为它是承载了旧约新约的一个文字的载体 对吧 但是这个是不是说 人类最初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语 是这样吗 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说的话 是希伯来语 是这个意思吗 变了之后 那变了之前 人类说什么语言呢 不知道是吧 所以在巴别塔变乱语言之前的 出现的那些圣经的名字 实际上你不要忘门生意 全都是猜的 就是亚当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根据希伯来文中 亚当什么意思来猜测 亚当本来什么意思 本来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 那些名字是那一种语言的 只是那个 伊甸园中的 就是洪水之前的语言的一种音译 或者一种什么 它具体代表什么 今天没有人知道 并不是说亚当 有人说那红土之子还是怎么 是吧 那个实际上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 到了后期 那些名字都有确定的希伯来语的含义 而在那个早期的这个语言 前几章那些人们至少都不是希伯来文 也没有人知道他确切什么意思 这个就看将来是不是有一种可能考古学能够给出更多的线索 不清楚 这是创世纪的语言 然后我们再说创世纪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创世纪 首先有一个最常见的错误 就是中文的圣经里边 每次签到的话 总有人会犯这个错误 你那个创世纪的纪 很多人写成了小字旁的纪 那是猎王纪的纪 创世纪是颜子旁的纪 创世纪 它是来自于这个希腊文的 其实是译本 对于这个创世纪的第一 第一章第一节的头一个字的翻译 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起初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创世纪 这是中文的音译 这个翻译 很恰当 起初的意思就是起源 万物的起源 万事的起源 乃至于宇宙的起源 对吧 这就是创世纪 其实说到这里 我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这世界上有很多的 不断发生或者被创立的人间的一些学说了 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他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你起初这个东西要没人认 没人承认 没人遵行 也就不说了 他没影响力 他影响力一旦大到一个程度 他就必须开始找我的传承 这个问题 比方说 伊斯兰教 他创立了以后 你必须面临一个问题 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创立的 大概 公元六七百年 也就是大概是唐朝 那个阶段 唐朝初年 是吧 中国那个时候 那么他就必须解释一个问题 就是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 伊斯兰教在哪里 你明白我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他不可能凭空的 在这个这么默契 东西出现的 是吧 他必须说清楚一些东西 于是他发明了一套历史 在这套历史当中 他承认了几大先知 有亚当 有挪亚 有谁 也包括有尔斯啊 就是耶稣 是不是 然后再说到 我是最后一位先知 他是这么要克的 对不对 他必须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历史从哪来的 假如说人间 今天有人说发明一个宗教 我这个是唯独的唯一的真理 我是全宇宙的最伟大光荣正确的真理 你也必须解释清楚 你这个思想 这个脉络 源头在哪里 对吧 于是你也能看到那种历史的结构 他可以上述到斯巴达克斯 然后再往前找 斯巴达克斯什么 奴隶奇 对吧 他就开始找历史历代的 那个最古代的时候 有没有那个最受吓破的那个阶级 是吧 这就是一种历史发明的必要 只有创世纪 堂堂正正 大大方方从起初 宇宙的开端是什么 是吧 一直说到晚近时刻 直到今日 就是你 伊斯兰教呢 都不得不借用这本圣经 他的很多概念来自于旧约 是吧 也包括新约 而只有基督 我们的信仰 耶稣指着人所讲的说 摩西的书上指着我 他就把旧约新约 串成了个完整的整体 故此 所谓的只看新约 要不看旧约 甚至你不读创世纪 你真成了十多缝里 蹦出来的猴了 你就无疑解释 你的这个来历 是吧 起源是在哪里 这个传承是在哪里 学历史就是这样的 任何的一个历史书 说不清起从哪来的 这就是等于要准备诈骗了 圣经是这样的 创世纪 那么他的宗旨呢 就是很清楚了 讲万物起源 你现在想 在创世纪里边 都谈到了哪些东西的起源 哪些事物 我把好容易想到的先说 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 我先说了 剩下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的起源 是在创世纪有提到的 罪 罪的起源 是吧 语言的起源 记忆 就是技能 是吧 啊 什么土拔该隐 这些人 是吧 尤巴 是吧 哑巴 有没有哑巴 是不是叫哑巴 尤巴 哑巴 吹销弹琴 是吧 很多事情的起源 都在这里 记忆 科学 艺术 还有什么呢 社会 社会学 什么叫社会学 哪个事叫社会学 就是创世纪里 就是有了社会 有了家族 有了 那就是社会的起源 对吧 说到社会呢 有没有家庭的起源 是不是有 婚姻制度的起源 生养儿女 这个事的起源 还有呢 以色列人的起源 就是选民的起源 因为这才是重点 选民的起源 只要跟选民无关的 到你这就抛开不说了 是吧 这是他的叙事风格 还有什么的起源 你能想到 食物 食物 吃的东西 是吧 有个演变史 起初吃素的是吧 起初不是吃素 其实好像感人觉得 感觉是只吃果子似的 后来是吃肉了 各样菜肃也吃了 彩虹的起源 彩虹的起源 这是等会要说的一个问题 彩虹是在挪亚那天 才开始有的吗 不是 所以那不是起源的问题 是吧 约的起源 那也不是从挪亚开始的 那从亚当开始就立约了 是吧 当然约的起源可以 因为上帝跟亚当立约 是吧 时间的起源算不算 也算 创世之前有没有时间 没有是吧 没有 时间也是被创造的 可以这样说吗 那地球是空间的起源 物质的起源 是吧 那时空是一体的 这不是爱因斯坦教导 我们说吗 所以空间时间 是一起创造的 对吧 神有没有起源 没有 那神从哪来的 自有拥有 自有拥有 是吧 天使呢 天使是被造的 对 你可以确定是被造的 你即便不知道哪一天被造的 那知道他是被造的 天使会不会是在这创世六日之前被造的 可能 就是在时间之前被造的 不可能 可能 那什么时候被造的 但是这个创世的没有 第零天造的 第复仪天造的 没有说 没有 有上帝就得有他 那是上帝啥时候有的 他也啥时候有的 他也自有拥有的 他能是自有拥有的吗 那是不是在创世的六日里啊 创世的六日里 创世的意思是创了什么 创了一切受造物 可是不是这样说 那天使是不是受造物啊 是 有疑惑对吗 没几天呢 哪写了 哪写天使受造了 对啊 没写 问题是没写 没写就是没有吗 空虚混沌是啥也没有 这个就等一下我们要说的一个重点之一啊 那个问题 现在要说的就是很多东西起源 包括刚才说的社会的起源 有没有政府的起源 有啊 这里边有没有政府 其实该隐住城 你只要有城开始出现 就一定会有一个管理的这个政府的出现 是吧 啊 包括也是被提到了宁禄了 这些人 宁禄建立了几个大的都城 帝国 这不就是政府的起源吗 国家的起源吗 对不对 还有包括像安息日的起源 是吧 死亡的起源 宗教的起源 献祭制度的起源 太多了 救温的起源 拯救的起源 灾难的起源 也可以说洪水是第一个大的灾难 是吧 因此就是今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源头 比如土耳其大地震 那是个灾难 地大震动 那就创世纪也也有地大震动的时候 洪水那时候地也大震动 是吧 你都会找到一个源头 今天婚姻谁出现了不幸 你必须要从创世纪谈起 因为你要回到这个婚姻本来的定义 包括有人跟你讲说 你蛊惑人心 叫人家去生 我们现在压力这么大 生存的孩子谁养 怎么怎么的 你这个东西属于外里邪说 那我们一定要回到起初 到底上帝有没有说让人生孩子 还是只剩一个 只剩一个好 政府来养老 是这样的吗 所以就是说一个理论 一个说法 你必须是不是刨到根 在根上还是怎么回事 对 这就是创世纪 所以创世纪是一个历史中的书信 这个书卷 那么它应该是要有一个上下文 整体的考虑 最怕把它抽出一章一节来 在这就开始解 这种碎片化的解经方式 是比较糟糕的 也有一种外底邪说 认为说圣经 或者说摩西五经 来自于不同的几个来源 不同的版本 搜集出来 然后把它编撰成书 如何如何 今天我看到说 苏福比拍卖行 要拍卖一个 目前能找到的一个 最早的一个圣经抄本 完整的希伯来文抄本 预计能拍到5000万美元 是一个犹太的藏书家 收藏的 他后来最早的抄本 你只能找到大概是宋藏那时候的 公元911000年的 那并不是说他起初就没有 他起初有 只是这个抄本 是辗转的流到今天 这不一样的概念 然后创世纪 你如果要分段的话 怎么去分段呢 你从脑中一想 大概分为几个部分 创造 堕落 完事了 两个部分 创造和堕落 能不能细点 是吧 那是个标志性的一个章节 但是他是怎么分段的 你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圣经的作者本身 他在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 摩西 他是以什么来作为分段的 我们大概能够想一想 起初是天地宇宙万物 所谓的洪荒之石 是吧 怎么样的 后来就开始主题慢慢在不断的缩小 对不对 你开边看第一章 是一切的被造 你看到最后一章 是约瑟怎么死的 怎么就说到约瑟了 为什么要说这个事 你想这中心发生了什么 是一个主题不断缩小的过程 因此他的主角是想说选民的历史的 对不对 是不是就以色列人选民的历史 这是他的一个主题 因此他的分段 有这么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句话 你读这个 从子瑞咱们这样来轮游读 创世纪二章四节 创造天地的来历 在耶和华上帝到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所以一 第一章第二章 这是一个大段 然后二章四节 开始又一个段 王力读这个创世纪五章一节 雅当的后代是在下面 当神造人的认识是照着自己的样 是造的 学语读六章九节 好 这么读十章一节 创世纪二章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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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九十 十节经文 你们所读的经文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边 是吧 这就是创世纪自己的天然分段 人家就是这样分的段 这就是我说的选民历史 他先说创造天地 起初如何如何 记在下边 然后就创造天地的来历 乃是这样 二章四节开始 再说一遍 是吧 然后五章开始说亚当的后代 六章九代说挪亚 再往下说闪 再往下说他拉 再之后呢 旁边提了一下 这个以什玛利 他拉就等于是亚巴汉这一支 提完以什玛利 马上转回来 再说以撒的后裔 以撒的后裔 又稍微的提了一下以扫 然后就紧接着说 是雅各的激略如相 然后就全家 说约瑟也是说 这是雅各家的事 对吧 这就是非常的清楚的告诉你 上帝的关注重点是选民 这个书卷 他就是用谁的后代记在下面 谁的后代记在下面 就是这样分的段 你可以按照这个 是自然的分段 这分的十大段 你如果按照这个主题来分 那我们也可以说 一章的第一节到二章的第三节 这叫做创造 就是宇宙世界和人怎么来的 对吧 然后二章的四节到了十一章的二十六节 这就是从亚当到亚巴拉汉 或者就是洪水前的历史 然后从十一章二十七到结束 这就叫做圣约子民的历史 从亚巴拉汉到约瑟 对吧 你发现就到了后边 越小的人他用的篇幅越多 越大的事在起初 其实很简约的 对不对 所以写东西就是这样 昔末如今 圣经就是把那个最重要的事 重点说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创世纪的 可以说是个导论的部分 我们再往下进行 再说一点 好 然后就往下来看的 就是关于这个创造了 我们按照那个简单的分段法 就是第一部分是关于创造 第二部分是关于史前史 是吧 洪水前历史 第三部分是圣约子民历史 先说创造这个部分 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 二章三节 首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叫创造论的问题 我就说了 每一种的理论 他必然要解释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哪来的 对不对 我们是哪来的 所以 当当年恩格斯 他发现了达尔文的这个 进化论之后 他欣喜若狂 如获至宝 因为这个填补了 他们理论的一个空白 他正想找一个完全 不照传统的叙事来的那条理论 解释我们哪来的 是吧 这东西应运而生 所以他就说过一话 他说细胞 学说 进化论 还有什么能量交换 这个是我们的理论的根基 你有没有想到过 他的理论根基 是来自于这个东西 啊 所以呢 就是说 任何一种的学说理论 必然要解释 就是世界 人 一切万事万物 从哪来的 然后你就要开始说 那个来历 是对的 还是不对 是吧 你过后是怎么把它去更新的 除了上帝 在圣经中 创世纪的启示的这种创造论以外 还有哪些学说来解释世界的由来和人的由来呢 进化论算一种 对不对 那进化论毕竟是一八几年 一九零几 一九 一八几年才出现的吧 还是一七 我忘了哈 很晚 对不对 那你说在那之前 进化论诞生之前 基督教世界之外 人们怎么解释世界的由来呢 都有哪些说法 佛教有说法 佛教啥说法 葫芦姐妹那是很靠后了 那是在模拟这个挪亚洪水的传说 说创世的来意 盘古也是一个中国后来 知道东汉三国年间恨不得 才出现的一种学说 西汉的时候 淮南子里边我记得是 有这个说法的 更早的一些是神话 对吧 或者就叫做多神论 泛神论 也是一个神创造的 或者是从什么混沌当中 不知道怎么就生出来了 或者流淌出来了 对吧 泛神论和多神论 是一个意思吗 咱们这个三千是 后期过这个问题 是吧 多神论也分叫做真正的多神论 还有叫做多神 但是有主神的这种论 而泛神论是大概叫做万物有灵论 是吧 印度可能是比较这种 日本也算是这种 所谓白鬼夜行 是吧 那肯定有渊源 对 比如说东北这儿的所谓的 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出马 什么请神 东北有个乐队叫二手玫瑰吧 还有最著名的那个歌 就是一个关于怎么请神的歌 他叫什么仙 叫什么 那么我忘了 萨满对吧 萨满是一种什么崇拜 是泛神论吗 还是多神论 还是单一神论 萨满崇拜什么神论 萨满是祭司的意思 这个在整个中亚草原地带的 这个突厥语中都是这个意思 萨满就是这个翻译而已 所以这是标准的万物有灵论吗 他拜的是这些东西 是吧 这叫泛神论 也有一种二元论了 模拟教那种 就是光明黑暗一直永存 神和他的宇宙是自古拥有存在的 佛教是类似于这种的 他的这个时空观 宇宙观是一种循环的 对吧 三生三世 什么十里桃花的 就这种的 循环式的一种东西 那人类的在这个古代只有说 泛神论 还有这种二元论 还有多神论吗 还有别的理论吗 古诗有没有无神论 有 怎么没有 没有的话 他今天主流的这套思想 他为什么要上诉到德默克里特呢 希腊人 原子学说 对吧 所以在希腊人呢 就有万物的 说无神论 或者叫唯物论 唯物论是不是很早就有 所世界就是原子构成的 而这种说法是很 很奇特的 你知道吗 虽然在今天从科学层面上 大概可以说这是对 是吧 但是他由此延伸出来的意思是 这不需要有位神 他想说的是这个 所以唯物论也是自古就有 这就是他们的道统 人家上诉到 为什么要上诉到德默克里特 就是这个原因 类似吗 也是 他叫金木水火土 中国叫五星 是吧 希腊人是叫四元素 金木水火土 希腊人的不是这次 我记得是什么 有水有火有气 还有什么东西 是四个元素 故此才会有 有个法国 法国一个导演叫什么 吕克卫风 拍一个电影叫第五元素 那才说明 他是那种传统的 四元素之外 搞一个东西 对吧 好像日本人跟希腊差不多 日本人叫风铃火山 有没有 是吧 你看过没有 总之按照某种元素创生 但是你也得解释 这元素哪来的 有的说神来的 有的说自有拥有的 一旦你说到自有拥有 这就是一种绝对理论 今天的科学 今天的科学家主流的这些 或者说总之吧 就是科学界 他如果既不信唯物论 是不是有这样的人 但他也不信基督教 是不是肯定有这样的人 但他也不是拜萨满的 他也不是印度教 他也不是多神论 他也不是二元论 今天的人 你知道他怎么解释 宇宙怎么来了 霍金比如 就那个 霍金知道吧 上知天文 下知瘫痪 就那个 对吧 大爆炸 大爆炸 为什么会发生 怎么凭空就爆炸了呢 再往前那一步是什么 叫量子随机涨落 多个平行宇宙当中 这个宇宙恰好爆出了一个 各方面规律 调的比较好 所以他就活下来了 其他有无数个宇宙 已经是颜面了 量子是在真空中 无中随机涨落 那些不平衡 导致他爆发 这是一种二元论的 最新的高科技变种 全是科技和狠活 都是这样的 是吧 新的说法 所以常见的一些错谬 就是说一些这些 但是你这些相对的 就是圣经的这种创造论 神创造天地 创造人类 创造一切 他说的很朴实无华 不像今天这些 听的那么酷炫 真理往往就是这样的 正义往往是苍白的 邪恶才是华丽的 你知道吗 真理往往是很朴素的 歪理邪说才是绚烂的 好 所以起初这个字之前 没有时间 神不是住在时间里 神是住在永恒中 对吧 创造呢 就是时间的开始 上帝是在时间之前之外 时间是他创造的 我无论他时间是什么定义 你叫时空也可以 总之是在那之前 是没有一切的 时间也没有 这个问题 好 然后再下来一个具体的问题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一刻 距今是多少年 上帝是在什么时候 创造的世界 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 是在公元前4004年 天主教 还不是天主教 实际上是 埃尔兰大主教叫 阿什尔 他自己搞了一个年代表 他怎么算的 他就是根据旧约 这个家谱算的 他们谁生谁 活多少年 谁生谁 活多少年 这不很容易算吗 一加就4004年 你加过没有 没有啊 我也加过 大概就这样吧 四五千年 肯定就这个样子 这样做对不对 圣经是不是句句都是启示的 所以他说这个活930年 是不是930年 没有错吧 那我这样加 加到过去 起初亚当被造那一天 我知道可以确定的 世界的第六日 就是 至今4004年 这有什么错吗 公元前4004年 这样做 省略了 是吧 对 那他省略了谁 为什么要省略 因为不重要 没有什么事迹可言 所以你在圣经里留个名字 王某说明他是有一定的 这个能被人记忆的东西 对不对 能被人记住 我记得数以前我说过 一个人死了 这是第一次的死 然后他死了 他的事 他的名字还被人纪念 然而等到他的名字 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人去提起了 这才是真的死了 我总问大家说 有谁知道你的爷爷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的 你爷爷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的 你够狠 你家又不是说什么名人有家谱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对吧 所以说你说这个人的记忆 能够被人继承下来 如果你到了今天了 这多少年了 你还能说 当年李白写过一首诗 是吧 床前明月光 这个名字还能被你记起来 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就还一直活着呢 所以神是亚巴拉汉的神 以色列人雅各的神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 你自然就会觉得是 人的功绩 人要拼命的建功立业 才能让你的生命永恒传下去 或者就是要来家族兴旺 被在家谱上把你记载下来 你才能获得永生 是不是 这就是叫做我们的永生和中国人的生生不息 这是两种不同的永生观 这叫生生不息 是吧 所以他那是有省略的 你不能把它当做那什么 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的家谱和马太福音就不一样 十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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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有所选择的 那所以不是公年前四千零四年 那么是多少年 我现在就问你 假如你去代福音会 普音会就问你 那地球好像被造的 别说那宇宙了 就地球吧 好像被造的 创世纪那第一天 那个离现在有多远 你就说嘛 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你就说 你现在就说 至少四千四百年 至少四千四百年 一万年左右 是吧 一万年左右 恐龙 恐龙说明啥 白恶纪 是吧 恐龙特级 可赛号 是吧 距今七千万年前 但是那个 它是基于一个定位了 再去说 就是它那个提出的 你说到恐龙 就是想说几千万年 是不是 还有呢 再大点点 还有更久的 刚才说了霍金 霍金讲宇宙大爆炸 讲这个 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论 宇宙啥是出现的 四百亿 六十亿 四十亿 四十六亿是地球的出现 四百亿 四百亿年前 现在可观测到的宇宙的边界 是一百三十七亿光年 这句话说明什么 光跑一百三十七亿 也就是目前能说的是 它至少一百三十七亿年 这是今天科学家说的 不是我说的 因为你今天能观测到的最远的光 据他说是一百三十七亿年前 发出来的 这就证明宇宙至少存在的一百三十七亿年 是说这个意思 咋观察出来的 这就说来话长了 这个事 说来话长了 最快它也是有限的 它也不是立刻到的 是吧 这只有疑问吗 地球上的光受到月球上 是要多长时间知道 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我发现大家这个常识需要普及 太阳光到地球是八分钟 地球到月亮大概一秒钟 三十万公里 是吧 地球的周长是四万公里 也就是光一秒钟能跑七圈半 常见的一些数字 是吧 三体里边那个星球 离地球多远 没记 那么半人马坐 4.2光年 那是最近的一个恒星系 是吧 你可以不背 但是福音会 如果人家问你 你可以大胆地说 我不知道 但是别乱讲 一旦你乱讲 就容易把你讲的真道 都给带偏了 因为你这句话是乱讲的 谁让你的圣经 是不是乱讲的 所以你要不知道 你就说不知道 好 那我现在给出这么多的选项了 最远的一百三十七亿年 最近的阿什尔说了 阿什尔和子瑞都说了 至少四千零四年 你觉得是哪一个 五千来年 那你这没有比阿什强多少 五千来年 如果是五千来年 那小朋友说 那这个恐龙都是在 七千万年前的白恶技的 你怎么回答这句话 可不可靠 就是别智能可靠就行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证明他不可靠 那你就小心的 要用他来证明圣经的古老 或者是一些什么 哪发现了一个 挪亚方舟的遗迹了 还是碳识字证明这多少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他可靠 如果碳识字不可靠 你就永远别用 就是别双标 是不是这意思 碳识字可靠不可靠 现在当然是碳识字 这是最常见的说法 实际上科学家已经很先进了 好像最近用的金字房 加个骨 那叫什么 那叫骨还是叫护 反正就那个 同位素 是吧 用那个东西同位素 就是很多的手段 都可以去用 基本上测几千年以内的东西 用碳识字比较准 它是在撑木头 如果再往那个更古远的来说 就是叫放射性 对吧 这个 有没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 美国有一个协会 包括有几个入民球星 什么欧文 就是那个 知道欧文啊 他还有很多人相信地球是平的 就不是个球 他认为地球是球的那个图形 是 NASA 批了个图在框骗世人 就是地球是平的 你知道为什么相信地球是平的 就是你如果给出那个球的证据 你看这个 咱们常看那个微信打开 是吧 那个 他说这是批个图骗你的 有人故意搞个东西来骗你的 你 你怎么理解这种 观点 你觉得这个地球是个球 这件事 是不是中国宇航局和美国 NASA 批个图骗我们的 不是 你见过 我认为 你认为是 我认为 就是你认为他是个球 是吧 那你怎么理解这种人认为不是个球 是平的 而且坚持着认为就是别人弄露东西骗他 害他 我不是说圣经里写灭是球 我是说问你的是这种相信地评论的这种人 他的思路是什么 基于眼见 基于眼见 月球上拍就是个球 是吧 实际上你会发现月时了日时了这些 那个影子开始边缘过去的时候 它也是个球 如果地球是个大饼 饼就是平的 那个弧形 因为你饼如果还转 那个影子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个影子要出现的应该就是个球 所以就是 希腊人2000年前就看出这一点 不但是看出来 而且能算 地球的周长 地月距离 甚至地太阳距离 都估算的相当精确了 这科学精神 但今天你仍然免不了救人会相信 说是 他批个图骗我 这种思维叫做阴谋论 对不对 是不是阴谋论 阴谋论就是这个世界 有人搞了个阴谋害我 框我 是不是应该 不应该搞阴谋论 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解释 话说回来 说 恐龙 有人问你恐龙咋回事 几千万年前 怎么立的 是吧 你有没有听过 说恐龙是那些进化论者 恶意的伪造了一些化石 埋到地里来骗你的 听过这话吗 没听 就等于说是考古那个东西做旧的 今天的中国还有一种人 带头那个叫何欣 我记得 何欣 我们没记错的话 他在几十年前 好像是电气功的 大概是这样的 今天他在宣扬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说希腊这个国家 这个文化 这个文明从来就没存在过 今天你所知道的 所有的河马史世拉 这些东西 都是从 法国什么占领埃及之后 那些个学者 出于某种目的 全套伪造 编造出来的历史 这叫做希腊为史论 这振振有词 你往上搜大有人在啊 就告诉你 都是假的 都不存在 金子塔都是后修的 然后那个希腊的那些什么 帕子龙神庙那些都是后整的 河马史诗 就是十六世纪 一个拙劣的诗人 谁写的 然后他做旧的 说是古代的 这是一整套阴谋论 思想 对不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 会不会我们也在用 类似的阴谋论思想 在解释 创造 你不懂的事 你就说是进化论者 搞出来骗你的 他做旧了 埋地里的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想说的是 如果你不懂 就说不懂 不知道 别轻易的站队 你一旦站队 就容易被将来给正反了以后 你会很难堪 比方说天主教历史上 就把自己跟一个人绑定了 叫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明显是外邦人 是吧 但是天主教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就叫亚里士多德教 他就除了他的宗教理论 是圣经的 他其他一切的三观 关于科学 关于信仰 关于宗教 关于政府 关于政治 关于博物 关于科学 全是亚里士多德的 你就知道 这叫做全面那个三观的 这个是重要 如果你的脑子里 只有一个圣经 别的东西 你不可能你是不考虑的 不研究的 对吧 你如果说我没想过 那现在就有人问你 他是什么 那你就一定是要用一种理论来解释 你结果只有吃到圣经 除了圣经 你什么都不知道 弄到最后 你就是变成了一个 你不比天主教高门到哪去 你实际上的思想 就是变成了圣经 加上 唯物主义 加上奇谈怪论 加上一些个偏见 加上一些阴谋论 加上一些儒家文明 上下五千年 再加上一些你的幻想 勾建出来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一个缝合怪 就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三观 这就是我以前总推荐的那本说 凯布尔的那个加尔文主义讲座 它的重要性 是不是 你为什么需要了解这方方面面 就是因为如果你 假如说你是个牧者 你是个组长 你是在传福音在讲道 如果我今天站在讲台上说 主的一袍遮盖了你 必然能够拯救你 你信靠他一定得救 我下一句就说 希腊这个根本就不存在 那是后人伪造的 你一旦是一个希腊研究的专家 你知道他在这明显胡说八道 是吧 这就是胡说八道 上一句怎么就确定不是胡说八道呢 就这个问题 所以不要乱讲话 或者说尽可能的多去学习 了解是如此的重要 因为你的话 小心让他那个平台坍塌掉 对吧 故此呢 说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儿我想不想展开谈 我记得我以前在历史课 在哪儿说过这个问题 到底是古了 还是新了 很多常见的问题怎么解释 在这儿就不花时间 我只是说你要提防一种阴谋论的 浅薄的思维 全世界来要害我的这种想法 他没必要害你 因为要造假 在全世界到处中国买一个 美国买一个 北冰洋买一个 然后呢 撒哈拉买一个 这个恐龙的骨架 这个大概是造假成本太高吧 我想不至于吧 你需要来面对的 就是那个恐龙的骨架 它确实存在 你要解释这件事 我能说的就是 上线就是 无非是这帮人说的 它是七千万钱白恶纪的 对吧 下线我要告诉你 修罗多德说 他同时代人就见过一龙 有人在埃及见过飞龙 你就想吧 反正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真相对在这个区间里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啊 有见过龙的 好 然后再接着来说 创造这个词 这件事 我们怎么来解释 创造啊 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 咱们之前三千 应该刚好学到这来着 说我们坚持的那个词 叫什么 有一个 拉丁文的那个说法 是吧 就是叫做 无中生有 有没有听过 这是我们的创造论吧 就是说上帝 不是用了一个原材料 创造了这个世界 你说我做了个饼 去年 或者是昨天 我是用面做的这个饼 对不对 有一个材料 那你的面哪来的 我说小麦 是吧 弄的 小麦哪来的 种的种地已长出来的 再往生追溯 你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和宇宙 他是有一种 用了先存的原材料造的吗 是叫做无中生有 是吧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这个词 因为他恰好是借用了一个汉语 现有的成语 甚至是三国沙里边的一个技能 是吧 但是 咱们再叫叫这 我们都是要服事人的 严格来说 无中生有 你想这四个字 是对我们这个创造论的最精准描述吗 从空虚混沌中创造的 对吧 我就是说 无中生有 这四个字 对不对 上帝不能算无 上帝从无中生有的吗 这样说对不对 那无本身就代表 那你说是那样的 无指的是物质界不存在吧 就是受造界不存在吧 因为只有受造界能够谈到 在那个自有拥有的真有之下 它是一种刺激的有 它不是真实的有 这个刺激的有出现之前 那个状态叫无 上帝超越有和无 实际是这个意思 对吧 我们今天谈论的无 说的是被造界的无 上帝自有拥有 在他上下不存在无 他是一切 一切是他 是吧 是在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 出现了一个有 然后把有之前的那个时间 那个状态叫无 那就是地势空于混沌 那也没河暗的意思 是吧 然后那一刻时间也诞生了 我现在说的重点是 无中生有 我想说的重点在这 因为咱们学过三一论 只有基督是上帝 在永恒中生的 是不是 而这个圣灵是 发出的 记得这个词吗 这个咱们中文是这样翻译 在原文就是希腊文 或拉丁文当中 有更精确的一个词 在代表 对吧 故此呢 上帝生了基督 发出圣灵 而造了万物 这三个字 其实不能乱用的 在这个意义上 你说无中生有 严格来说 要去抠字眼就不对 是无中造有 对吧 上帝从无中创造了有 不是从无中生了有 如果你说这个有 也就是这个物质界 是上帝生出来的 这就变成万神 泛神论了 又变成一种异教的 那个神论了 你说的就跟那种 太坦神了 什么宙斯的 那个那是爷爷父亲 搞不成乱伦的 总之是他们那个创始论 差不多了 是从他的头里 生出了一个雅典娜 对吧 然后他的父亲 又是从什么 这个什么泪旁生出他 然后怎么他都是由一个具体的 谁生出来 那么个生出来 这个世界的 包括盘古 是不是啊 他的这个身体 这变成了什么 眼睛变成了日月了 这个什么变成什么 那个是从他这生出来的 等于是他的一部分 对不对 也就是世界是神的一部分 这个说法就变成泛神论 或者多神论了 而我们的这个无中生 有AXNIHILO 这个意思是完全的 无当中 上帝用话语造出了有 对吧 造出了这个世界 可不是生出 生出的是基督 发出的是圣灵 然后是三一神 共同的一个工作 造出了这个世界 因此抠这个字耳的意思是说 上帝是这个使无变为有的神 对吧 是从无中造了有的是神 然后不会引起混淆的说 你说无中生有也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生这个字 唯独只能用在基督上 实际上 因为人生的叫人 是吧 龙生龙凤生凤 神生神 是吧 从神生的才是神 对不对 其他呢都不是说生的 我们也是被神造的 你在不会混淆的情况下 才说上帝生了我们 重生了我们是儿女 这说的生是造的意思 是吧 重造了你 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咱们要说的是无中生有这个观念 为什么就绊倒了绝大多数人 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就算不信基督的人 很多人也可以相信某种来历 但他说的是无中生有 说的是盘古那种 就是神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与女娲 也是这些类似的东西 对吧 这种说法 然而真正的我们解释清楚的这个 上帝从无中造了有出来 这个就绊倒了很多人的理性 如同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救赎你的灵魂 是吧 这是对你的意志和情感来说 这叫十字架 难以理解和接受 上帝能变成个最卑微的人 而无中生有创造论这件事情 无中造有 就是叫智力的十字架 人的智力在这件事会被绊倒的 你的理性 实际上理解不了 对吧 完全没有 然后就完全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能理解的 它只能是一个接触 接受的 用信心去领受的一件事情 智力的十字架 所以创造说起来 谁是创造者呀 三一神 对吧 不是光上帝创造吧 圣子圣灵也参与的 对吗 创世纪的第一章的一节二节里 就已经有三一论了 起初神创造天地 是不是 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 这是圣灵 圣子在哪呢 哪有圣子 别的说 我说的是创世纪 神说要有光 神说神说 谁说神的话 就是他的道 道就是肉 道就是与神同在 就是洛格斯 就是基督 对吧 就是这么来的 神的话 就是他 那么有没有任何的受造物 参与了起初的创造呢 比如说天使 有没有说这个地球上有些东西是上帝亲手造的 也有些是天使造的 或者天使代表上帝 或者替上帝造的 有没有这种观点 没有啊 我们说的创造论 说的就是三一神 是唯一的创造者 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参与 起初的这个创造 我们今天也会说 这个人挺有创造性的 他创作了一个伟大的作品 你那个跟上帝的无中造有 是不一个概念 对吧 你是有中造有 你是排队组合 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种可能性已经蕴含在这些东西的本质里了 你把它发挥出来了 只有上帝是从无中造了有 时间有限 我们就 第一次我们就说到这 因为下边一个问题很大 就是地势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势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而不是地变成了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很多时候 包括以前我也曾经有过这个想法 就是起初世界非常美好 后来魔鬼和天使大战一场 把地毁灭了 地变成了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然后上帝为了跟魔鬼打赌 还是怎么地的 又创造了世界会 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类似的说 石乐园 有没有读过 是吧 我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 对 我曾经这样想过 但是这里 这个魏斯道博士 重点剖析了 就是地 是 是空虚混沌 而非变成了空虚混沌 这是我们下一次的一个重点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 下面时间我们可以有点讨论 我们下一次的一个重点